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七点 两人在伦敦近郊的温莎城堡的圣乔治礼拜堂 步上红地毯交换婚戒完成终身大事 哈利生于1984年9月现年33岁 梅根生于1981年8月现年36岁 这宗婚姻受到瞩目原因很多 不但因为是王室婚姻 也是因为梅根的背景 她是美国人 在洛杉矶长大 父亲是白人 母亲是非洲裔美国人 梅根演过电视 电影 又过一段不到两年的婚姻 伦敦当地今天是晴天 不冷不热 圣乔治礼拜堂外聚集着大批民众 处处可见英国的米字旗 还有一些美国的星条旗 很多人的衣服上有着和今天婚礼有关的字句 最逗趣的是 我要嫁给哈利 这是圣乔治礼拜堂自从1863年以来 第16度举行皇室婚礼 哈利的父亲 王初查尔斯亲王的第二度婚姻 迎娶卡蜜拉 就是2005年在这里举行的 哈利和哥哥威廉王子身穿深蓝色军服 先行步入礼堂 威廉王子当年结婚的时候 选择的是红色军服 哈利今天则选择了英国陆军和皇家骑兵的深蓝色军服 之后陆续进入礼拜堂的有各界名流 包括著名影星乔治科隆尼和妻子艾玛阿拉穆丁 有足球名将贝克汉和妻子维多利亚 有威廉王子妻子凯特王妃的妹妹琵琶和丈夫满羞 有网球女将小威廉斯 有美国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欧普拉 还有摇滚歌星爱尔顿墙爵士等人 凯特王妃的娘家密特顿家族 还有已故王妃戴安娜的娘家史宾赛家族 包括戴安娜的两位姐姐等人 也都受邀关离 美国一家媒体评论说 凯特王妃的父母一向是风度最佳的宾客 就是他们穿着智慧得体 而且不太发表公开谈话 阿丽王子的祖母祖父 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和王夫菲利普亲王也参加了婚礼 菲利普亲王不久前动了髋关节手术 走路不太方便 一度不确定能不能参加婚礼 女王今天穿着鹅黄色礼服 容光焕发 菲利普亲王穿着深色礼服 动作虽然慢一点 毅然精神绝力 凯特王妃穿着白色套装 带着两个孩子乔治和夏利利参加婚礼 这两位小朋友 还有其他六位小朋友 共同担任花童 王室云集群星灿烂 有媒体说 这样的场面只有电影明星格利斯凯利 嫁给摩纳哥亲王雷尼尔的时候可堪比尼 那是1956年4月 已经是62年前的往事了 格利斯凯利在1982年因为车祸而不幸允命 雷尼尔亲王则在2005年因为心脏病过世 新娘梅根搭乘九红色礼车 抵达圣乔治礼拜堂 下车之后缓缓步入礼堂 坎特伯利大主教等人在门口迎接 即将成为他的公共的英国王储查尔斯 伴随着梅根走向哈利王子 把梅根交给哈利 哈利和梅根一到走向台前 梅根的父亲马克尔 因为以高价出售一些照片给狗仔队 因其英国王室不满 马克尔说他并不是贪图钱财 纯粹是希望留下美好的身影 马克尔接着突发心脏病 最终决定不出席婚礼 所以是由查尔斯亲王伴随梅根 走向哈利王子的 在隆重的宗教气氛当中 坎特伯利大主教为两人证婚 大主教证到的时候 哈利王子屡次以守世类 在众人的诗歌声中 哈利揭开梅根的面纱 两人相视而笑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梅根的婚纱是由英国设计师 克莱尔·凯勒所设计的 歌声结束 大主教问道 首先在场诸位 有谁认为这两位新人 不应当结为夫妇的 请现在提出来 一片寂静当中 大主教询问两人 是否愿意接受对方 作为一生一世的配偶 两人各自笃定的回答之后 大主教询问 在场的新人的家人 亲友 是否愿意在往后的岁月当中 支持这对新人 众人一口同声的回答 是的 新娘是美国人 又有非洲裔协同 因此先前就有消息说 仪式当中会展现英国传统 也会出现美国风格 在婚礼上 邀请了非洲裔美国人 美国圣公会首席主教 麦克科瑞来正道 他引用已故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话 告诉大家要发现 爱的强大力量 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把旧世界 转变为新世界 因为爱是唯一的道路 今年是马丁路德金 遇刺50周年 这几句话出自他的演说 爱仇敌 柯瑞主教勉励新人 把信仰落实在生活中 他说 皆为夫妇 宝贝要在一起 心灵也要在一起 大水不能交习两人的情爱 洪流也不能冲走两人的情爱 柯瑞主教语调一扬顿挫 充满感情 还不时带点幽默 就在英国王室的婚礼中 是很少见到的 婚礼也邀请了 非洲裔美国人教会的 诗班来献唱 歌名是 Stand by Me 与我们在一起 这首歌有57年历史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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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n the presence of God,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we have come together to witness the marriage of Henry, Charles, Albert, David, and Rachel Megan, to pray for God's blessing on them, to share their joy, and to celebrate their love. Married is a gift of God in creation, through which husband and wife may know the grace of God. It is given that as man and woman grow together in love and trust, they shall be united with one another in heart, body, and mind, as Christ is united with his bride, the Church. The gift of marriage brings husband and wife together in the delight and tenderness of sexual union, and joyful commitment to the end of their lives. It is given as the foundation of family life, in which children are born and nurtured, and in which each member of the family, in good times and in bad, may find strength, companionship, and comfort, and grow to maturity in love. Marriage is a way of life made holy by God, and blessed by the presen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ith those celebrating a wedding at Cana in Galilee. Marriage is a sign of unity and loyalty, which all should uphold and honour. It enriches society and strengthens community. No one should enter into it lightly or selfishly, but reverently and responsibly in the sight of Almighty God. Harry and Meghan are now to enter this way of life. They will each give their consent to the other, and make solemn vows, and in token of this, they will each give and receive a ring. We pray with them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guide and strengthen them, that they may fulfill God's purposes for the whole of their earthly life together. 歌词中有这么几句,夜幕降临,大地黑暗,仅有的一点光是月亮, 但我不害怕,因为你在我身旁。即使天塌了,即使山倒了, 我不会哭,我不会流一滴泪,因为你在我身旁。 阿利王子的阿姨,也就是已故的戴安娜王妃的姐姐, 在婚礼中读圣经,她引用雅歌中的诗句,就是索罗门王写的, 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家偶啊,你起来吧,我的家利啊,你来吧, 因为冬天已过,雨水止息已经过去了。 梅根的母亲盛装出席,穿着翠绿色的套装,戴着同色系的帽子。 在婚礼中,她不时展现笑容,却也极度闪着泪光。 婚礼结束的时候,王储查尔斯亲王很有礼貌地牵着梅根的手步出礼堂。 婚礼,今有请任何人身上的那个地位的名字, 请假象悉,一些不妙的不妙的战争, 婚礼,今有请任何人不是kaps几个身份。 Harry and Meghan, the vows you are about to take are to be made in the presence of God. Will you take Meghan to be your wife? Meghan, the vows you are about to take care of. Meghan, the vows you are about to take care of. God, our Father, from the beginning you have blessed creation with abundant life. My beloved speaks, and says to me, Arise my love, my fair one, and come away. For now the winter is passed, the rain is over and gone. The flowers appear on the earth, the time of singing has come. In婚礼上, the vows you are about to take care of. Harry and Meghan, the vows you are about to take care of. That is,相互扶持,互信互量. 往后的岁月, or貧穷,或富足,或生病,或健康. 两人始终攜手共渡. 唯有死亡才能把两人分开. 之后,两人互相交换,并套上戒指。 大主教宣布,两人缔结为夫妻。 婚礼完成之后,哈利王子夫妇步出礼拜堂, 向守候在外的民众挥手致意。 两人在礼拜堂门口轻轻亲吻,留下历史镜头。 随后,两人步下台阶,搭乘皇家马车, 由继兵护卫绕成一周,让大家分享新人的喜悦。 两人不断向道路旁的群众挥手答谢。 据当地警方估计,路旁一共聚集了约10万人。 全程历时约25分钟,然后两人回到温莎堡, 恭送女王等家人及宾客离去。 正式结束了许多媒体所说的, 今年度各界最期待的婚礼。 在婚礼前夕,白金汉宫宣布,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册封哈利王子为萨塞克斯公爵, 所以梅根在婚后的正式头衔是萨塞克斯公爵夫人。 依据白金汉宫的声明, 哈利王子的头衔是萨塞克斯公爵, 邓巴顿伯爵,基尔吉尔男爵。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自从1843年以来, 英国王室成员就不曾用过萨塞克斯公爵这个头衔了。 上一位萨塞克斯公爵, 生前致力推动反奴隶法还有选举改革法, 留下很好的名声。 他在1843年过世的时候, 没有子女继承, 因此这个爵位一直空着, 现在由哈利王子来担任。 今天没有政治人物受邀参加这场婚礼, 英国首相梅姨在推特上祝福这对新人。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夫妇和哈利王子很熟, 但是也没有受邀, 夫妇俩在社群媒体上祝福新人, 并且说期待日后与新人见面。 哈利和梅根要到哪里去度蜜月? 各方有种种推测, 其中一个是非洲, 因为两人都说过很喜欢非洲, 哈利给梅根的订婚戒指就是在非洲买的。 具体地点推测说可能是卢安达或是马拉威。 其他的推测也很多, 像是土耳其、意大利、加勒比海、 夏威夷、菲律宾等等。 还有一种说法说, 既然是英国王室成员, 蜜月地点应该和英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才对, 所以很可能是大英国协的成员。 到底是哪里? 夫妻俩还没有透露。 成为王室成员之后, 梅根必须遵守各项王室规矩, 不能再像过去那么随性了。 例如不能穿低领衣服, 裙摆要长, 唯有在休闲的时候才能够穿牛仔裤, 例如遛狗, 而且裤子还不能有破洞。 王室成员出门旅行, 必须携带黑色套装。 原因是, 如果中途出现特殊状况, 例如英国国内或其他地方发生不幸, 可以立即更换服装。 当年, 英国国王乔治六世, 因为心脏病突发, 在睡梦中过世。 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 也就是今天的伊丽莎白女王, 正协同夫婿在国外访问, 手边没有合适的衣着, 当时颇为苦恼。 王室成员不能随意使用社群媒体。 梅根在Instagram上的追踪者将近两百万, 他的脸书和推特也有好几万粉丝, 未来他和哈利王子, 威廉王子, 凯特王妃, 都要由一个叫做肯辛顿王室这个账号, 来处理他们的社群媒体。 梅根过去喜欢自拍, 并且分享在社群和个人生活网制TheTik上面, 但是现在他的社群媒体账号都已经关闭了。 身为王室成员, 他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性给粉丝签名, 免得遭到盗用。 梅根之前最知名的影视作品, 是在美国影集吴赵律师Sews, 在这里边饰演律师助理瑞秋詹恩这个角色, 今后演技再好, 依照王室规定他也不能再演出了。 倒是他这部影集的一些工作伙伴, 千里迢迢从美国飞来英国参加他的婚礼。 伊丽莎白女王认为, 王室人员只要有公开的活动就是工作, 而在工作环境当中必须展现专业, 所以不可以有太亲密等所谓晒恩爱的举动。 同样为了工作, 王室人员避免吃甲壳类的食物, 也避免吃生肉, 目的是减少食物中毒的可能。 所以今后梅根的饮食选择也受到一些限制。 王室成员出现在公共场合, 位置是按照王室继承顺位, 哈利王子的继承顺位是第六, 威廉王子是第二, 所以今后在公开场合走路, 哈利和梅根必须走在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 也就是剑桥公爵和剑桥公爵夫人之后。 英国国王继承第一顺位是王储查尔斯亲王, 第二顺位是威廉王子, 第六顺位是哈利王子, 那么第三, 四, 五是谁呢? 答案是, 威廉王子的三个孩子, 一年龄分别排在王室的第三, 第四, 第五继承顺位上。 以上是刘平为您播报的新闻时时报, 感谢收看。 那只是刘平为您播放的新闻时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